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星儀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直播留言區 可以在線上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一起聊天聊新聞 也歡迎大家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們回報 你現在所在的地方風雨還強不強呢 因為我們知道凱米颱風 其實它的這個整個暴風圈 還沒有完全的脫離台灣的本島 所以提醒大家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 晚上沒有必要的話還是盡量不要出門 不過新聞首先先幫大家 插播一則最新消息了 是台鐵在今天下午3點之後 西部的區間車雖然已經恢復了行駛 但是在嘉義線的南進到台南後避的這一個路段 因為部分的路基有流失 還有局部掏空的情況 所以路線暫時是沒有辦法通行的 這個給要大家台鐵的觀眾朋友做個參考 要多加的留意了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颱風天 我們知道說狂風暴雨今天 幾乎是橫掃了整個高雄 包括了高雄美術館 周遭也出現了積淹水的情況 夾雜的泥沙 整個波幽路幾乎都快變成了一條小河 警銷接護報案 也聽到附近有民眾握病在床 隨即就涉水 非常熱心的把人給揹了出來 外頭下著大雨可以看到兩名黑衣男子背著一個人 站在水中央不斷賣力的徒步往前進 仔細看這兩名黑衣男子其實是消防隊員背著一名病患 讓我們看一下當時的情形 二十五號上午九點多高雄 古山永德街的民宅 船區有兩名長輩受困了 當下美術館周遭淹大水 而這淹水的情形乍看之下就像是黃河一樣 再往遠處看 這一淹不只行人 村不難行就連停放在路邊的轎車也全部變成了泡水車 從高速往下看銀色的轎車和黑色的車輛是通通泡在水裡面 當下有人打開車門不確定是不是車主還在看這車子要怎麼處理 高雄美術館在當地可說是豪宅區 這麼一言柏油路都看不見 要是這大雨持續不斷 居民希望水趕快退恐怕不是這麼容易 住在社區地下室百萬名車恐怕也面臨了泡水受損的問題 就算水退了車子要怎麼修還能不能修 恐怕也是傷頭腦筋 好我們也謝謝很多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回報 現在各地的風雨狀況像是乘涼 他就說高雄市區現在是風雨一言不合就變強 我提醒您現在這個高雄風雨雨勢 其實還是會一陣一陣的要多加的留意 另外呢這個也有觀眾朋友查爾斯 他問說明天會放的颱風架嗎 這個晚點各縣市都會宣布 我們也會及時幫大家插播 而王靜雯說台中的雨超大 的確現在中部的雨勢也還是有 WRU則說雲林已經停電了 誒不知道你現在在雲林的哪一個地方 如果方便的話也可以跟我們回報一下 好了我們來看到的是高雄 到處都傳出了淹水的災情 但是藝人這個黃鐙輝的岳母琪媽呢 他也開直播報平安 他拍下了自己家樓下的小吃店淹水的慘況 而業者也趕快拿出桌子先擋住門口 就是怕水淹到了一樓的店面 車子半輪高了 這樣下下去完蛋了 眼前的摩托車也已經被淹到半輪高了 住在高雄的黃鐙輝岳母琪媽 開直播向粉絲報告自家樓下的慘況 說十幾年來第一次看到這麼誇張的景象 你比較聰明喔 用這樣 一樓的小吃店面趕快把桌子拿出來 擺橫著放 暫時當作防水閘門 超商店長也趕快拿木板擋水 不過琪媽更關心的是隔壁飲料店 他這個營料店是營養的 沒有人會來餵 沒有 你用洞口來製電 今天會倒電耶 火很大耶 對啊 他只怕公司的貨會淹水 你要注意安全啊 不畏風雨也要趕回公司 查看貨物狀況 高雄風雨交加 台中的狂風暴雨也不容小覷 雨很大 在台中一中街開店的曹熹平 店門口監視器 錄下招牌被強風吹到位移 至少5公尺遠 電線還差點被扯斷 鋸馬直接倒下 時間點就在24號下午2點35分左右 曹熹平隔天才發文PO出慘況 直呼挺嚇人的 陳芳瑜的家也有災情 外頭下大雨 房子內竟然出現了小溪流 看起來水是從門縫流入 還一路蔓延到樓梯口 陳芳瑜自嘲水還不夠深 網友也開玩笑說需要挖進嗎 也提醒他外面的排水孔可能塞住了 需要清一下看看 所幸沒有造成太大的災損 卻也顯見凱米颱風帶來的驚人雨勢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的確其實現在還有很多的 縣市風勢雨勢都蠻明顯 很多觀眾朋友說 像是台中雲林彰化 現在都風大雨大 台中現在根本幾乎都沒有辦法騎車 我們也謝謝觀眾朋友Queenie的回報 那麼氣象時間 我們也邀請到氣象主播 宥軒到現場幫我們分析 宥軒好 大家好 好 宥軒想要請教 因為現在大家非常想要知道 這個雨勢這麼大 到底會嚇到什麼時候呢 是不是凱米颱風遠離我們 暴風圈離開之後 這雨勢就會停了 好 我們就來看到 凱米颱風現在是走到哪裡了 明明他已經出海了 怎麼今天的雨勢 在中南部還這麼明顯呢 他現在的位置呢 是在馬祖的南南西方 大概是90公里 那麼持續要朝著大陸方向來前進哦 目前這個海上警 陸上警報的範圍呢 全台灣幾乎都是包含 除了在台東屏東以外 但是呢 其實隨著他逐漸遠離的時候 當然這個路上警報的範圍 預估在今天晚上就會陸續解除了 不過這是在台灣本島的部分 反觀呢 在離島方面 可能最快要到明天清晨 才有可能會解除路上警報 只是說 雖然說他的整個暴風圈呢 可能會慢慢的陸續來遠離 但是中南部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因為他目前的整個暴風圈的半徑 還是有達到250公里 雖然說他的強度 已經從原本登陸的時候的強台 減弱到最新是達到了青台 但是因為他整個環流的位置 加上呢 西南氣流的符合效應 讓中南部帶的雨勢是非常驚人的 我們就來看到現在主要的大豪雨地區 當然在西半部的平地 但是呢 反觀在中南部的山區 已經來到超大豪雨等級 超大豪雨就是整個氣象鼠的降雨範圍 裡面是最高等級的24小時以內呢 降下了500毫米 不過今天其實在高雄還有台南地區 早就已經超過了這個500毫米的降雨量 可以也顯現呢 這個 今天的這個雨勢呢 在中南部帶來多大的制災性的降雨 那麼大家都會想知道 明明整個凱米颱風就是從東部的海面來 而且呢 他主要的路徑都是集中在北部地區 為什麼這一次 反觀是中南部是今天的降雨熱區 我們就來看到 因為他的整個外圍環流呢 逐漸的把這個西南氣流相對應 來到這裡做成一個符合的效應 在這個地方呢 就會形成非常肥厚的雲雨帶 再加上地形的作用 地形作用也就是因為西南河谷呢 這個地方主要的山脈地形 都是東北西南走向 造成整個西南風引進之後呢 地形抬升之下 整個地形雨的降雨就會變得非常顯著 讓這個地方的對流發展也很旺盛 所以主要集中在超大豪雨的部分 在山區是非常明顯的 但是平地同樣也是有來到豪雨的等級 那麼大家都想知道說 到底這個雨是有多驚人呢 這是我們截至5點10分的統計 日累積雨量高雄茂林區 就已經是突破了1000毫米 這個24小時剛說是500毫米超大豪雨 但是呢早就已經是超過了 而屏東的山地門也有是達到948.5毫米 加一主旗箱992毫米 幾乎都是已經是超過了過往的紀錄 那我們來看到其實小時累積雨量 原本呢前一個小時我們看還是集中在這個高雄台南地區 但是呢最新透過雷達回撥圖發現到它整個雲帶呢 是有陸續的往北移 所以在中部地區現在雨勢也越來越明顯 所以剛剛欣盈有提到說 欸剛剛在中南部中部的地區朋友也發現到 欸現在怎麼雨勢會越晚越大呢 就是因為它整個雲帶有慢慢的往北移的關係 所以在小時累積雨量可以發現到 主要都是集中在雲林地區都已經是接近60毫米了 而且到了晚上整個降雨還是會持續的 所以特別要留意今天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晚上也是千萬不要出門喔 非必要的話盡量還是待在家裡比較保險 我們就來看接下來幾天這個降雨會怎麼下呢 今天晚上開始呢 雖然說可能雨是沒有像白天這麼顯著了 但是呢在山區還是有來到超大豪雨的等級可能性 而平地方面呢也是會有豪雨等級 而且可能還會伴隨著這種強風喔 所以一定要特別留意 至於在北部地區呢 今天還是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降雨 但是呢隨著凱米颱風越來越遠離 北部以及宜花地區相較於昨天來說 今天白天其實雨勢就已經明顯的趨緩了 那麼明天的趨緩降雨呢會越來越顯著 所以明天白天的觀眾朋友在北部地區的話 其實雨勢就會越來越小 但是呢到了明天白天中南部的山區 還是要特別留意 就連是在平地也有可能會有豪雨等級 所以意思就是說今天晚上到明天一整天來說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還是要嚴加戒備了 尤其呢其實原本的這個總雨量累積呢 氣象鼠呢最開始呢是定在中南部的山區 可能是達到1800毫米 但是在今天又在上修了 原本大家看到這1800毫米就已經覺得很驚人了 但是呢今天在南部地區的山區 氣象鼠已經最高來到了2200毫米 而且也預估平地會達到1200毫米 至於在中部的山區還是維持認為說這次是達到1800毫米 但不論是如何都對中南部像是今天造成了一些致災性的降雨 尤其是現在又碰到這個大潮年度大潮的關係 所以許多低洼地區都已經出現積淹水的狀況了 那麼呢這個雨到底要下到什麼時候呢 其實我們剛剛有說到今天明天還是要特別留意嘛 但是到了整個週末呢 雖然說還是維持在西南風的環境之下 不過呢中南部還有東半部雖然持續有雨 但是這個雨勢隨著整個開米颱風慢慢的遠離 所以從明天開始呢還是有雨勢 但是禮拜六禮拜天就會慢慢的趨緩 所以中南部的觀眾朋友明天還是一天還是要特別留意 可能還是會有這種好雨以及超大好雨的發生 那麼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好的確很多觀眾朋友都說台北這兩天幾乎是風平浪靜 宥群這應該也是受到地形的影響吧 其實台北這一次呢在這個有氣上專家講到說 其實他們認為這次的風力相對認為是比較小一點 但是其實也不能說北部是完全無風無雨 因為特別是在宜蘭花蓮昨天登陸的時候 這個雨是下的非常驚人 但是反觀是在桃園以北地區 降雨還是有間歇性的有可能會有比較強烈的雨勢 但是它不是一個持續性的 所以大家可能感受上面會覺得說 相較於中南部是下一整天的這種雨勢呢 感覺上面好像比較小一點 但是其實它帶來的這個降雨間歇性的降雨 有時候還是比較強烈的 的確喔這個一陣一陣的不過一些我觀眾朋友說 這放假放得好像有一點點心虛喔 但是明天可能北部放假 像苗栗剛剛已經宣布了嘛 對苗栗正常上班上課 明天可能中南部有些地區在山區部分 清晨還是有達標的 但是北部地區因為整個颱風已經遠離 其實今天下半天很多桃園還有台北地區的觀眾朋友 就明顯感受到這個颱風已經逐漸遠離了這樣 是的確喔當然現在當然水庫也補好補滿 不過還是希望不要有災情發生 大家平安的度過 那我們也謝謝佑璇到現場幫我們分析 謝謝佑璇 謝謝大家 好的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凱米颱風 除了對中南部有很大的影響之外呢 其實在澎湖也是帶來了強風好雨 也傳出了蠻多的災情 我們現在看到小門村因為海水倒灌主要的道路中斷 還有20戶的民宅通通都進水了 好 可以看到在澎湖的大門雨這邊 入口處是拉起了封鎖線 過去那邊就是金魚洞的地質公園 不過現在是沒有辦法進去 主要就是因為受到凱米颱風的影響 其實在這邊是稍早的時候是相當嚴重 就是風是持續的吹而且強風是不斷 導致整個大門村是遭到了海水倒灌 而且現在都還是持續有這個海浪是持續拍打到這個路面上面 那稍早的時候其實整個海水是不斷的往這個大門村這邊灌 而且是相當嚴重 不少的民眾是趕緊回到家裡面來躲避 不過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有大約20戶的民宅 是直接朝著這個海邊來搭建的 因此是整個門口朝著海遭到海水通通灌了進來 因此有相當不少有不少的損失 那當時其實第一時間 民宅裡面都是淹水的狀態 不過幸好是沒有傳出人員傷亡 而現在其實相關單位也進到這邊來進行一些處理 但是是可以看到其實整個海面還是相當的不平靜 而且震風是不斷 主要就是因為這邊其實是一個比較偏遠 比較離島的一個地方 因此風勢雨勢都是比較強的 那也呼籲民眾是不要再往這邊靠近 而且住戶也是持續的在善後 希望可以盡快回復原狀 以效果面找到最近狀況 好 觀眾朋友XXX問說 明天台北上班嗎 這個稍晚有宣布我們會馬上幫您插播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受到颱風的影響 宜蘭的銅萬節也連續的收緣了三天 在今天更是請出了國軍弟兄幫忙整理院去 好 主播觀眾我們持續為您掌握到來自宜蘭的最新現場了 那麼說到颱風影響 其實宜蘭這邊的東山河清水公園 也就是宜蘭銅萬節的會場這邊 也是備受衝擊 您可以透過我們的鏡頭先來看到 其實您看到其實現場非常非常多的樹枝樹 也通通被催落一地了 好 而我們這個宜蘭河的這個 這個東山 東山清水的一個公園呢 他們的一個公共人員也是請出了 國軍弟兄來幫忙一起打掃整理 那麼就在稍早的時間呢 是已經 國軍這邊呢 軍方已經派出了大概有二十幾名的一個 國軍弟兄來一起幫忙打掃整理 好 那麼根據這個宜蘭縣政府的一個公告 其實在昨天以及今天兩天呢 其實在宜蘭縣這裡其實都是屬於一個停安停克的狀態 因此呢 我們的這個宜蘭通晚節也是關閉的 也是休息的一個情況 但是呢 在明天喔 其實就是因為整個園區實在是太大了 而這一次的一個颱風真的是重創我們的這個整個園區喔 其實不只是您現在看到 路面上通通都是落石這個落葉啊 還有一些樹枝等等 其實在一些設施上面 也是都被風吹的東倒西外 也是必須要來進行一個修復以及因應喔 所以明天還會再休息一天 明天還會再休息一天 只是希望呢 能夠把整個園區恢復到往常的一個狀態 好 我們也謝謝少安 我們剛剛從畫面看到這個宜蘭 真的看起來好像剛被摧殘過一樣喔 不過這凱米颱風也是從宜蘭這裡來登陸的 所以風雨是可以想像的 另外我們來看到凱米颱風減弱 但是北台灣現在其實持續陸陸是穴 還是有一些間歇性的風雨 在九份老街呢 其實在今天很多的店家都沒有開 不過還是有很多遊客來這裡拍照 我們交給沛影 好 其實凱米颱風的中心 其實即便已經遠離了 但是它的風雨呢 還是逐漸在影響北台灣喔 那目前呢 我們在九份老街這邊 您可以看到其實店家都沒有開 但是遊客還是不少 我們先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我們本來來台北都沒有特定要去哪裡 來台北才計畫說 九份好像很久沒有來了 趁這幾天再下雨 應該是沒有遊客 會比較安靜 因為提早規劃 但不知道颱風這幾天來 然後我們原本就是在台大附近晃晃 原本就想說可以來九份 原本以前九份人都是超級多人 因為你看今天就有遇到很多 像日本的觀光客 大陸 韓國都有 剛來其實都遇到蠻多的 好 其實在九份老街這邊呢 您可以看到其實雨勢是已經有點趨緩了 不過因為靠近山區的關係 所以風勢還是有一點明顯的 那麼在九份老街這邊呢 因為今天的店家是幾乎都沒有開 不過遊客呢 還是以日韓的遊客居多 那麼今天因為人比較少 所以遊客都可以盡情拍照 好 我們剛剛看到在北部 有說到現在是間歇性的風雨 而在基隆這裡呢 雨勢雖然是不大 但是風是非常的強勁 露樹啊 涼亭很多都有青島 甚至還有玻璃 差一點就掉墮了 而就在今天中午呢 信義區有一棟社區大牢八樓的住戶 他們陽台的玻璃被吹到搖搖欲墜 非常的危險 而這富人也在陽台緊緊抓著護欄 兩個多小時 消防人員到現場之後 趕快封鎖做好安全措施 把玻璃給擊破 強風呼呼的吹 消防人員冒著風雨 站在陽台緊緊抓住 其中一隻手 甚至越過欄杆扶住搖搖欲墜的玻璃 完全不敢鬆懈 就怕一個不注意整片掉落 砸傷經過的路人或車輛 利民消防人員拿著工具 一下又一下敲啊敲 先是部分玻璃碎成小碎片噴出 再加把進整片玻璃由上而下掉落 凱米颱風直撲而來 基隆雨勢雖然不大 但風非常強勁 25號中午11點左右 信義區一處社區大樓 八樓住戶發現家中陽台的玻璃帷幕 似乎抵擋不住強風快要掉下來 趕緊報案 現場停了消防車警車拉起封鎖線 擺放三角錐做好安全防護 陽台的護欄已經裂開悠悠欲墜 那他個人表示他已經抓了陽台的護欄 抓了兩個多小時 富人一邊抓著玻璃一邊報警 消防人員到床進入屋內 到了室外陽台一分工合作 經過同意後破窗 陽台使用強化玻璃 一片大約80到100公分 消防員小心翼翼急落 把周圍碎片清除並用寫索固定 基隆風的破壞力不只這樣 中正區一處涼亭柱子底部斷裂 整個青島 波及停在旁邊的兩輛交車 頂部邊角直接插入車內 白色車輛車門凹陷 窗戶破裂後視鏡也歪了 另外重登路上再強壯的樹 也承受不住風力倒塌 土壤一片泥泥還有被吹倒的三角墜 和吹落的落葉 慶幸的是沒有傳出人員傷亡 只希望颱風過後一切都能恢復平靜 TVBN新聞劉欣奎和可言基隆採訪報導 好四月那場大地震 重創了花蓮對外的聯外交通 而這一次凱米颱風來襲 花蓮對外聯外交通又再一次受到重創 台九丁這裡有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土石流 崇德火車站旁邊 工作人員一邊搶收 還一邊發生了山崩的狀況 而且土石流覆蓋了地面 甚至也導致台鐵的鐵軌出現 懸空 而另外一方面農民也非常的痛心 因為他們價值千萬的農作物 包含像是西瓜 龍鬚菜還有香蕉 這些通通都泡爛了 一邊搶收另一邊傳來巨響 眼前瞬間一片霧茫茫 落石滾落的聲音在耳邊回盪 搶收人員放下手邊工作 趕緊逃離現場 滾滾泥流淹沒露面 山壁上好幾道黃色瀑布傾線而下 樹枝落實占據道路 附近住戶擔心災情持續擴大 我們有很大的跡象 跡象很大聲 不會我們下雨可以聽得到 再有叫什麼 變成這樣 土石流覆蓋 一路往南小清水 53.8公里处 西陣線橋梁结构 跟东陣線对比 路基损坏 只剩铁轨悬挂空中 河仁隧道北口 更是直接被土石掩埋 鼠滑不通 台铁也难行 花莲车站聚集不少旅客 回不了家 本来也想睡晚一点 它难回 现在也不停 所以只能再留一晚 不只花莲端 台九县东澳到南澳路段的 新澳隧道口 也因为严重土石流 双向封闭 还有台七线 也必须出动挖土机 清理布满沙石的路面 花房部则派遣60名支援兵力 协助花莲市公所清洁队 酒宅复原 天灾不只影响交通 更让农民心痛的是千万农损 农作物根部进水垂头丧气 烂掉的叶子泡在水沟里 玉米香蕉龙须菜西瓜等等 花莲出估灾损金额将近四千万 还有损坏的畜牧设施六十二万 即将收成的新鞋 一场台风全都付出流水 铁别新闻高中高子姚红一听赛 幸运花莲采访报道 好 赶快帮大家插播最新消息 因为凯米台风慢慢慢慢 已经要远离我们了 所以高铁已经宣布 明天全线恢复正常的营运 而各车次呢 则是依照时刻表来发车 如果过去呢 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道 解除警报期间 有购买这期间列车票的民众呢 可以拿着没有搭过的车票 到高铁的各车站来办理退票 而且是免收手续费的 这里提供给大家参考 而同样也是交通讯息 要提醒大家注意 云林78线快速道路呢 在陡南还有往台西的交流道 现在目前已经是双向封闭的状态 因为入口处已经拉起了封锁线 主要就是受到凯米台风的影响 积水面积越来越大 各位体育BS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 是云林县斗南镇 靠近大湖口西的附近 那么在我身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滚滚的泥沙 已经流成了仿佛一条黄色的河 那我们刚刚下车的时候呢 也看到呢 一开始这个水呢 原本呢还在轮胎底下 但是它已经逐渐的慢慢的淹到旅圈的地方 那持续呢 这个暴雨啊不断下来 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呢 有拖鞋还有一些垃圾呢 在这个泥沙河上面啊 飘来飘去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前方的云林的台78线快速道路啊 它是连接陡南往台西的双向道 那么前方的道路呢 已经双向都封闭啊 因为这个大湖口西 溪水暴涨的原因 积水越来越深 已经满出来到道路了 附近的林子里呢 也受到影响啊 也有一些淹水的状况啊 那稍早呢 就有居民跟我们分享 附近的两家工厂啊 有两名员工他们赶快 及时的撤离这里哦 还听说呢 这边附近气修厂比较多 有车子差一点 遭到灭顶的状况 那么最后呢 我们也提醒民众 台风天外出呢 比较危险 请大家一定要安全第一 或非必要出门啊 也要多多注意一下路况 好我们刚刚看到 云林现在风势跟雨势 都还是蛮大 而且积淹水的状况 也还蛮严重的 另外一头在高雄呢 今天一整天 几乎各地都传出了 积淹水的灾情 在左营这里 遇到了凯米台风 狂风暴雨 整个冲进了 高级社区的地下室 也就是停车场 完全就像小瀑布一样 可以想象这豪宅里面的车 几乎全部都要泡在水里面 受灾的居民赶快用 肉身组成人墙 就是怕水一直不断的灌入 而且他们还轮流直搬 不希望水再继续灌到地下室里面 当地的里长就说 这里算是新的重化区 一次是因为比较靠近所谓的军港 刚好暴雨又遇上了大潮 所以排水不容易 蓝衣男子穿着短裤卖力往上走 却还是寸步难行 大水冲进社区 居民们紧急组成人墙 仔细看超过十名住户 几乎是用肉身协力阻挡 甚至还排直日身 轮班抢救 就是不想让这源源不绝的滚滚 泥水冲进地下室 高雄左营淹成了水乡则国 附近社区也有类似情况 黄衣男子走进停车场 这一步又一步像是再踏浪 室内空间淹成了一片汪洋 遇上了凯米台风爱车 通通成了泡水车 车子停在地下停车场 或是博右路上 遇上这回淹大水 几乎无一幸免 有社区随即开放停在这里 美丽的社区中停 方也望去成了停车场 凯米台风夹带强劲与世 高雄左营地区灾情严重 这边是一个新的重化区 所以人口急剧的增加 包含这边是重化区 所以很多新大楼 都大概三到四年而已 但是因为新的重化区 它的海水系统 就没那么完善 还没做到那么完善 所以只要大雨或是台风的话 这次就比较明显 而发生这边 我比较怕靠这个军港 所以如果有这个海水 刚刚我早上是涨槽的时候 可能水就宣洩得更慢 或是没办法宣洩 只有这个问题 洁楼的水淹到了半个轮台高 不守大楼的防水门门 根本不管用 惶惶泥水直接灌进停车场 成了小瀑布 住户们如今接力轮班 就算累也要努力撑着 直到水不再冲进室内挺身护甲园 TVB的新闻最好报道 好的确 这一次凯米台风外围环流 加上新南气流的影响 而消防局接获通报 得知这附近有卧床的病患 受困在这里紧急的冲到现场 用人力背的方式把人给背出来 大马路水淹成河 几乎看不见柏油路原本的样子 仔细看在泥水中央 有两名穿黑色衣服的男子 卖力背着一个人 徒步涉水想办法走上岸 原来这两名黑衣人是警销人员 得知高雄古山区永德街的民宅 有两名长辈受困 火速冲往现场 冒雨涉水救援 其中一名还是卧床的病患 镜头再拉远一点 市区道路水淹成黄河 轿车淹了半个车身 车主看到也傻眼却无能为力 打开半个车门 但也不可能在水还没退之前 就把爱车开走 整个街道在暴雨之下 几乎泡在水中 而这里就是在高手美术馆附近 也就是当地的豪宅区 高级住宅 高档名车 法拉利 蓝宝建林 劳斯莱斯 平常在路边的停车阁 随处可见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回会碰上凯米台风 好几辆泡了水 沿街停放的机车 更像是骨牌一样 倒了一整排 蓝衣车主踩着拖鞋 好不容易才把机车扶正 而这狂风暴雨 更是把不少树木吹到歪了一边 腰直不回来 树杆横躺在路中央 路边低洼处淹大水 不管车子停在马路上 还是停在地下停车场 似乎都放不了心 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在地居民措手不及 TVB的新闻高雄中央报道 好高雄这雨真的让大家措手不及 市区很多的道路都淹成了小河 民众就抱怨 这马路根本就淹成了黄河 很多台汽车都灭顶泡在水里面 而高雄的单日雨量呢 也非常的惊人 我们来看到在山区茂林 已经达到了1343.5 这也已经超过了 莫拉克所带来的雨势跟雨量 而且高雄25座制红池 总共490万吨 全部都满了 这也让民众见识到 凯米台风的威力 高雄城的水世界 一眼望去水位 几乎到达成年人胸部的高度 越烟越高 太扯了 停在马路旁的机车 完全被淹没 就连车子也难逃灭顶之灾 泡在水中的车子 数一数 至少有6辆 目前前面的车子 已经淹到快要灭顶了 已经快要到达成年人 腰部的高度了 机车淹到已经数不来了 汽车这边大概 1 2 3 4 5 6 目前这边看得到的 至少就有6台汽车泡在水里 鸟松区的大昌路上 还有民众冒险在水上开车 甚至大社区三民路上橡皮艇 直接开上大马路上野路上行舟 还有机车被冲走 民众只能涉水 在后头苦苦追赶 墙台凯米狂炸高雄雨量惊人 相较于88风灾的莫拉克台风 当时高雄桃园乡出现单日 1334毫米的雨量记录 但根据气象所25号下午3点半资料 山区茂林单日累积雨量 已经达到1343.5毫米 超越莫拉克 而且总量达490万吨的 25座巨洪池也近乎全满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高手美农 这里也真的是烟惨了 马路成了黄铃流 民众门一打开 完全就是成了我家窗前 有小溪 有民众凌晨赶快把爱车药 移到高处 但是非常无奈 还是淹了 所以自己家里的车子 就变成了泡水车 而平常负责抢救勤务的消防队 也成了受灾户 他们在接听电话的同时呢 还得要控出手 把水往外劳 大雨狂炸一整晚 水淹美濃 马路变小溪 水位靠近到窗屋的位置 几乎半层楼都泡在水里面 水深呢 是到达了我的大腿 这边深 我看到了在一旁的住家呢 其实因为这个水 这些住家们都已经有垫高了 但是仍然不敌的这些大水 都直接淹进去了家里的一楼 那你们这样的东西 吃的这样子可以吗 好啊 好啊 最深处甚至达到一公尺 民众束手无策 连要抢救都无处着力 不只桌子椅子全部泡在水里面 最惨的是车子也成了泡水车 雨下个不停一眼望去马路程的黄泥流 凌晨冒雨移车 没想到曾经的高处还是被淹了 走进住家更夸张 打开窗户 真的是我家窗外有小溪 打开窗户一看 住家出去的美农溪 这个湍急的河水都快淹过住家了 24小时内雨量逼近700毫米 美农溪暴涨水流溢出市区道路 惨况直追八八风灾 还有地震事务所原本的纸张 已经挪到椅子上高度 却还是不够 就连救人的消防队 如今也成了受灾祸 值班人员边接听电话 一边还得将水万外牢 紧急将消防车一往他处 请问不能懈怠抢救民众钱 还得同时自救 提普新闻 宗沛文 挨招显 SNG小二组 高雄采访报道 好我们先谢谢观众朋友 陈英杰 抖内衣我们150元 她说心仪等等下班 注意安全 南部的朋友也要注意安全 她说自己身为半个南部人 看了也是真的很难过 我们谢谢英杰 也提醒中南部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多加的小心 因为真的很多人在留言区都说这淹的真的实在太夸张了 主要这一次就是因为凯米台风的外围环流加上 西南汽流影响同时又再加上所谓的天文大潮 所以导致很多的南部的地方都淹水成灾 先来看到高雄港这里出现了海水倒灌 码头直接就被淹没了 其今渡轮站附近 也淹到了车辆的轮胎的一半高 但是其实美逢大潮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其今本来就非常容易淹水 现在又碰上了台风 也增加了排水的困难度 前往去一片汪洋 高雄港码头被海水淹没 前方货柜也差一点就全部泡水 除了凯米台风外围环流 狭带的狂风豪雨 再加上年度大潮影响 25号的高雄港海水倒灌 光用看的就触目惊心 只是现在高雄有不少地方 也是汪洋一片 水淹到轮胎接近一半 但车身比较低的轿车就没那么幸运 车牌直接消失在泥灰色的水中 旁边民宅更是一开门 就是直接踩入水里 而且再烟高一点 可能就要灌进家里 路上三脚锥根本没了警示作用 反倒随波逐流 好家在高雄骑津渡轮站前的超商 早早就在门口堆好沙包 以防水淹到里头商品通通泡汤 但是民众要去买东西 也是难度颇高 要撑伞挡台风 雨伞却先被吹坏 更别说雨衣又穿向没穿 凯米台风带来的风雨 让南部地区淹水成灾 看看整个高雄市的雨量分布 超过一半以上的区域都呈现止暴 也就是达到超大好雨标准 天文涨潮加上台风影响 造成暴潮水位已经超过了大潮警戒值 也因此不利于雨水排流到海中 只是每逢大潮就容易淹的区域 如今凯米台风一来 雪上加霜 也让排水作业增添难度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的确高雄淹水城这样 让很多的民众是非常的苦不堪眼 我设计观众朋友Ringo就说 这淹水程度非常夸张 不知道前瞻计划的经费都去哪里了 事实上呢 凯米台风这一次带来的雨量 非常的惊人 高雄山区单日的雨量 就破了1400毫米 我们刚刚有讲到 已经超过了莫拉克台风 而高雄25座的旭红池呢 制红池也全部都已经满了 也就是表示完全失灵 雨水从沿海一直蔓延到市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市区 会出现淹水的状况 水利局也坦言这次雨量 的确比预估的还要多很多 极端气候的状况 也跟过去不一样 未来也会逐一的来检视 防洪的状态 都是水了 都是水啊 泥水全游进住家 党也挡不住 许多家电全都泡在水里 不知美农 填辽区更彩 水深逼近一层楼高 谁也没想到 凯米来袭一夜之间 高雄直接成了水之都 24号国家灾害防旧科技中心 列出了抑制灾区 分别在六龟 甲仙 茂林 还有纳马夏都集中在山区 而西乡署更预计高雄市 单日累积雨量 山区大约一千毫米 平地则是九百毫米雨量 但25号光是茂林区 累积校下五点就已经破 一千四百毫米 被质疑是否错估雨量情势 堪称是两百年一件的超大雨量 因为回顾历史记录 明古九十年的七一一水灾 台美台风连续三小时 降下了三百二十九毫米雨量 在当时称是百年一件 而九八年的八八水灾 莫拉克台风造成小林村灭村惨况 当时桃园区的单日降雨量 破一千三百毫米 而这回的凯米台风 光是茂林区单日降雨就破纪录 超越七一一跟八八风灾 而且大雨还不止下在山区 除了惊人的雨量之外 又是逢大潮 让高雄从沿海到山区 都出现积淹水 尽管水利局在台风来之前 已经排空全是二十五座的制洪池 但四百九十万吨的制洪量 在一天几乎全满 碰上极端气候 过去的防洪标准 恐怕得逐一检视调整 提供的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好 观众朋友皮卡就问说 为什么高雄台风雨淹的这么大 但是台北都没有事呢 其实当然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凯米台风要进来台湾之前 其实他在花莲的外海 打转了好一阵子 也受到中央山脉地形的破坏 所以北部的风雨 才没有预期这么大 另外刚刚也有观众朋友问 想知道到底高雄哪里没有淹水 这看起来可能是没有 高雄这一次灾情非常的惨重 我们刚刚提到不止山区的美农湖 还有骑山 溪水满味市区也非常的惨 高雄市长陈其迈在今天先到山区勘灾 紧接着又赶快回到了市区 看志宏池运作的状况 因为事实上有不少的地区的食雨量 其实这一次真的都远远超过了 水利局的负荷 光沉沉的溪水不断往下游冲去 凯米台风铺台 陈其迈的第一个堪灾 行程就是先往山区跑 因为气象鼠前一天市井 山区降雨恐超过一千八百毫米 在地利尾邱盈全程陪同 但瞧瞧陈其迈脸色凝重 因为凯米台风带来的丰沛雨量 不只让山区美农湖跟骑山溪满水位 连带市区也烟成一片 池雨量都超过一百毫米左右 这个都超过这个我们水利局 所订定的这个防洪的设计的标准 坦岩雨市来得又急又多 已经超过负荷 下午四点多陈其迈赶回市区 看志宏池的运作状况 中午一堆淹水的三明区 或许是相关设备发挥功用 积水已经退去 不过整个高雄市要援助的地方还不少 副市长林清荣栽变会议上讨酒兵 这盘中央资源快快来 让高雄人能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TVP的新闻综合报道 这一次凯米台风的威力非常强大 大家应该有印象在昨天晚上 他还没有登陆前在宜兰花莲外海 这里打转的时候 为花莲带来非常强劲的风势 甚至有观测到 这个最强的风速 有来到14级的阵风 而花莲市美轮饭店 他们成租的员工宿舍 顶楼的铁皮屋 也砸到了女儿墙 导致女儿墙掉落 直接砸上了底下的轿车 酿成了一死一伤的悲剧 而死者其实就是门诺的护理师 美轮饭店就回应了 他们12年前成租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铁皮的顶楼加盖 可能是年久失修造成意外 而目前受伤的七岁男童 还在抢救当中 狂凤呼呼吹 顶楼铁皮整片掀开 石砖造的女儿墙 也不敌墙风侵袭 吹之掉落 叮的一声 砸中正下方的白色轿车 车绳巨的摇晃 零件玻璃瞬间喷飞 第一时间驾驶踩油门往前开 震碎的车壳还留在原地 后座的妻子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七岁的儿子命为松衣 当时我在房间的时候 就是突然听到楼下有巨响 然后我就往窗户外面看 就有看到一台白色车被砸 然后那时候就立马冲下去 帮忙救人 小孩就是肚子稍微就是 在类似这样抽筋 那个女生的话 就是没什么生命技巧 目击民众是刚搬来对面 半年的住户 24号傍晚五点半左右 花莲市区中心路上 刮起十四级墙震风 六层楼高的女儿墙不堪负荷 砸中底下白车的后车厢 热心民众冲上前帮忙 协助母子脱困 45岁的高姓妇人 送往慈禁医院 还是回天乏术 七岁的儿子重伤 一时不轻 目前还在小儿加护病房 尚未脱离险境 那什么时候出现那个 上面加盖的 很久了 有十年二十年吗 应该十几年月吧 女儿墙掉落大楼 是每轮饭店租来当员工宿舍 新屋主十二年前买下这栋建筑 当时顶楼家盖就已经存在 是把当下饭店协理 前往医院维稳家属 我留相关电话跟资料 跟医院的医务人员说 有相关需要我帮助协助的 麻烦都找我 二十小时都有打架给用 顶楼家盖平常并没有使用 似乎是年久失收被吹垮 饭店强调会持续联系家属 医药费的部分也会主动协助 女儿墙不敌开米墙风掉落 也导致一家三口一死一伤 天人永隔 T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先持续追踪 遭到女儿墙砸到的这个一家人 他们其实是布农族人 我们刚刚有提到 私者是门诺医院的护理师 其实当天下午门诊停诊 所以他中午下班之后呢 一家三口傍晚才又准备要出门采买 没想到车停不到一秒就发生了汗事 而驾驶也说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也非常的心碎 现在只希望急救中的儿子 可以渡过难关 医院走廊传来悲痛啜泣声 医生护理人员 大家围着马姓男子不断拍背安抚 紧紧握着他的手 请他撑下去不要放弃希望 家属地上再多的卫生纸 马姓男子的眼泪还是流不停 无法接受妻子已经离开他 年幼的儿子还躺在家伙病房 一块石砖正遂幸福美满的家庭 当时驾驶马姓男子 左脚缠纱布 拿雨伞当拐杖走出派出所 回向事发经过他声音颤抖 说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一家三口是布农族人 马姓男子是原明会 委托东华大学专管中心 派遣到宜兰县原家中心的社工督导 惹心住人还曾担任花莲县府 以及门诺医院的社工 联署上经常分享家庭出邮照 而不幸丧命的妻子 是门诺医院的护理师 已经有八年的资历 台风天下午门诊停诊 中午十二点半下班 傍晚全家开车去附近超商买东西 却再也无法一起回家 七岁的儿子才刚从幼儿园毕业 准备上小学 这回就连超商买点东西 也是全家出动 却意外遭台风吹落的砖墙砸伤 我们实际爬上了美轮饭店宿舍 隔壁大楼的屋顶 可以看到这个顶家铁皮 是完全承受不住 昨天晚间的狂风暴雨 因而掀起来砸向了女儿墙 让女儿墙倒塌 从六楼砸到一楼发生了汗事 县夫表示会替伤亡者争取最大补助 县长也送上慰问金 所有人都希望奇迹出现 男童能平安祖国难关 TVB的新闻总统 好 没想到先谢谢 观众朋友郭诗豪 Donego我们300元 他说心仪跟扫编 还有第一线人员台风天辛苦了 平安下班也希望灾情 不要再扩大了 谢谢诗豪 的确还是希望大家平安 也希望台湾平安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凯米台风在台湾酿成了 严重灾情之后 现在凯米台风 已经往着中国大陆的福建 浙江省来前景 陆媒也纷纷到福建这边 主要的沿海城市 来看凯米的风势与事 凯米台风中心登陆前 山雨欲来 大陆浙江省舟山市东极岛 掀起两三层楼高的巨浪 预告台风威力不容小觑 25号傍晚左右 凯米台风中心登陆大陆福建省沿岸 预计影响时间将长达六天 就怕这波降雨又酿成灾情 楼门大桥上面 现在这里的风非常的大 我们站立都非常的困难 现在现场我们看到 有一个侧翻的集装箱 由于风太大 没有办法扶正 那么公路人员 此时此刻也是 处于半堆或者是 手扶着边的一个护栏 才能够抵御这样的一个狂风 大陆记者前进福建沿海主要城市 中心点都还没登陆 外围环流已提前发威 台风登陆前大雨先报道 浙江市区道路早已汪洋一片 多部车辆进退两难 大陆中央气象台 今年首度发布最高等级的台风 红色预警 福州 泉州 浦田 宁德等地 也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并撤离十五万人 希望减少灾害发生 小心点 站着别动 站着先别动 在海边玩滑桨 结果被大浪冲走 多达二十三名陆客 受困在椒岩上 其中还包含十九名儿童 气象专家警告 由于凯米移动速度慢 蓄积大量水汽 浙江 福建江西 华北 东北部分地区 降雨量将多达一百五十到两百二十毫米 局部地区超过三百毫米 提醒民众小心防范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凯米卖卖远离 宜兰的影响也越来越少 不少民众趁着风雨变缓 到郊西的地井公园 泡脚放松一下 好 主播观众 来自宜兰郊西的声音现场 那么随着台风是已经离开了 这个中心是已经离开台湾 那么在北台湾这边的雨势 也是逐渐趋缓 今天宜兰是放台风架 但是您可以看到 其实在郊西地井广场这边 还是有不少的民政 抓紧雨势间歇的空档 是来泡脚押压一下 好 那我们这边也是要特别提醒了 因为现在其实对于这个宜兰来讲 前两天这个风大雨大的关系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景区 是都有受到一些影响 当然这边也要特别提醒 包括在这个吴老坑 南澳农场 碧喉 温泉 生态绿洲等等 这些的园区呢 都是要进行台风的一个修复工作 因此宣布了明天修园暂停对外开放 这边也要特别提醒您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宜兰还没有宣布 是不是要停班课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 有一些的一个景区 包括刚刚提到的吴老坑等等的 他们已经是宣布了 明天不会开源 这边要特别为您做补充 以上 好 而北部虽然风雨比较少 不过九份这里呢 还是只有十多家业者的营业 他们也说今天会提早打烊 好 即便凯比台风已经远离台湾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 仍然在持续影响着北台湾 并且带来丰沛的雨量 还有风势 那目前呢 我们在九份老街这边 其实今天的店家几乎都是没有开 整条街走到底 大约只有十个店家有开而已 那店家也表示说呢 今天游客非常的少 对他们的声音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惨淡 平常这里全部都是人 水泄不通都是人 现在的话就在 你看单楼又没亮 所以人潮差很多 非常的多 看明天会不会好一点 被料的部分呢 被料 被料差不多被一层两层 好那我们刚访问到的店家 是表示说呢 他们今天原本预期呢 台风价第二天 应该会有一些游客 还有店家会营业 不过今天他们实际到现场来看 才发现呢 跟预期其实是有落差的 所以呢 他们今天即便有营业的店家呢 他们今天大概都会提早打烊 好大家知道吗 台湾其实有70%的面积都是山坡地 还有高山林地 面对台风际当然防护就非常的重要了 现在有最新报告指出 地震加上震雨频繁 其实全台的波地灾害呢 都会有明显的增加 目前预估全台有15个县市的山区呢 其实都是被列在所谓的容易致灾地区的 我们大地工程树侠管台北市一个坡地的一个安全的问题 那我们有19个列管边坡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列管边坡 靠近猫空缆车的山坡地 民国97年曾发生坍塌 基座裸露 经过整治 这里仍被视为重点关注区域 关注点位的话是在我们台风的时候 比如海上警报发布的时候 或者是豪大雨 或者是地震的时候 使用微型装挡土墙 加强顶部位崩塌土体稳固 再用地毛隔梁提供主动阻抗力 支撑腹域则用来防止冲刷 这整个边坡是列管边坡 它主要的话 在上部的地方是用地毛的部分 地毛的结构 我们看到这边坡的地毛的结构 那这是由我们设的一些仪器 例如说地毛汇重剂 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说 这边既有的已经整治好的一个 不管是边坡的主要保持设施 包含地毛形框 还有排桩等等 那以及我们就是会沿着我们这个 已经做好的巡检步道 那以及我们已经现在巡开的时候 还有相关的一个排水设施 它的排水路有没有保持畅通 以及它的那个沟壁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裂开等等 这个我们都会加以注意 这一片斜坡涵盖三种地质状况 用了六种工法来稳固 台湾地处太平洋地震带 受到自然力量影响 坡地灾害频繁发生 台湾有非常多的山坡地 就在山坡上的这些知名 被视为是保存的对象 台湾来之前就要做好激动巡刊 确保坡地安全 最主要是看它的排水设施 有没有畅通 那变成说在下豪雨的时候 就是它的排水会通畅 那不会水就是漫流充实的坡面这样子 那这边都已经经过了整治 它的那个设施都是都是安全的 我们只是说看这个设施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了之后 是不是说有老旧的一个状况发生这样子 过去的土杀灾害经验 提醒政府加强防灾措施 然而气候变迁 可能加剧对坡地的影响及冲击 土杀灾害呢其实就是水宝界也很常用的一个名字 就是山崩就是土杀出来了 进到河床里头 如果是沿着小溪过就比较容易造成土石流 打开地形图找出土石流扇 师大地理系副教授沈淑敏 长期研究地形及自然灾害 台湾有70%以上的面积是山坡地及高山林地 加上天气系统影响 平均降雨量丰沛 季节性降雨差异大 因为台湾坡陡流急 然后溪沟又很发达 地层又很破碎 坡度又很陡峭 这些先天的条件呢 让我们山区的地形变动就比较快速 如何预测未来呢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下一次的降雨会多大 很大的地震什么时候来 我们其实现在科学的研究还一直在努力中 所以另外一种做法呢 就是找到什么地方比较容易再发生这些地形变动 极端降雨导致土壤松动 造成土石不稳定 容易发生自然灾害 但其实台湾还有很多溪流 形成的土石流散散 没有被划设为土石流潜似溪流 或者影响范围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地形特征 让在地的民众或者其他地区的人都可以了解 既然有一个地形上是土石流散的出现 我们就必须要警觉 在很强降雨的情况之下 它有可能再次发生土石流 另一方面过度开发超限利用 将使坡地灾害发生更加频繁 人类要与大自然和平共处 减少灾害对自身的反扑 TVBS新闻谢前夕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